你干嘛 我都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了 我都想死你了 放开我 袁主任 开他的电话 你跟他说我不在 袁主任 好你的谭嘉玲 又卖老婆 你个臭男人 我打死你 别闹了 再闹 就等着人家把你也接收了吧 凭什么呀 老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姓袁那小子 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说我要是下了大狱 你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吗 再说了 我让你去 又不是去陪他睡觉 你只要把他整我的 汉奸材料拿到手 摘了我头上的汉奸帽子 这事就算成了 一旦咱们过了这一关 我在外面 再给你修一栋大洋房 打一个大大的戏台子 怎么样 嫁给你啊 比沦落风尘还不如呢 就凭你这本事 他想占你便宜 还嫩了点 好了好了 进来 主任 谭太太来了 快请进来 袁秘书 谭太太 袁秘书 不对 袁主任 咱们算是久别重访了呀 对对对 可有日子没见到你了 您说你啊 一点都没变 您说笑了 怎么没变 都人老朱黄了 谁说的呀 您还是那么漂亮 风采依旧啊 还是那么迷人 什么呀 我倒是觉得 您变了 一副大官的风采 您瞧瞧 多精神啊 谭太太 是不是为你们家先生来的呀 我们家那口子 为了党国在山东作卧底 怎么这日本鬼子打跑了 倒成了汉奸了呢 袁主任与他共事多年 不会不知道呀 老谭呀 我还真是了解他 这不 外面很多人收集了他的材料 都在我这儿放着呢 什么证据呀 有那么严重吗 就这本 效忠大日本皇军书 足够让他挨枪子来了 原主任 我知道 你是个好心肠的人 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 做寡妇吧 你是要买身旧服啊 你身为党国的高官 说出这样的话 这成何体统 牡丹呀 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 他认识你到现在 这么多年了 我就等着今天呢 袁主任 你不是说我要卖身旧服吗 那你也得先把材料给我呀 那我要是不给呢 那我就只好告辞了 别别别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给 我给 讨厌 你干嘛 你干嘛 我都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了 我都想死你了 不得 不得 放开我 放开我 袁主任 放开我 太太的电话 你跟他说我不在 袁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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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听说 你爬到今天这个位子 都是扣你两个账 咱们俩今天 要是做了什么 为他们都知道了 你 怎么跟你太太交代呀 怎么样 拿着吧 夫人 辛苦了 姓袁的 没把你咋招吧 他倒是想 我就说那小子 这 这是什么 他明明说里面全是你的材料 这是什么材料 你当时怎么也不打开看看呢 打开看看 你知道那个混蛋爪子 在我身上划来划去 有多恶性吗 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袁主 你小子本是舰长啊 本是舰长啊你 完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行了 你在日本人那儿搜卧底 不是因为接受了上风的命令吗 怕什么 话虽如此 但现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困在济南 也不了解 上哪儿找人替我说话呀 好了 那么晚了 早点休息吧 你去休息吧 去呀 去呀 快了 咱们有机会还是去找找燕子门的人 打听一下云龙的下落吧 燕子门的人得找 今天报死后咱还没好好谢谢人家呢 不过李三少爷 还是别问了吧 报纸上不都写了吗 我知道 但是我不信 你也别信 一轮回来了 怎么是你呀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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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